民众党英文版网页秀出政党理念 大大标语写下Vote White Vote Right 想表示投给白色力量是正确选择 但驻台美国自由记者赫尔推特发文 台湾政党跟美国白人至上主义政党口号几乎一样 他了解台湾政党常用颜色来代表 但看在美国人眼里留下一个头晕的表情 自媒体百灵国也在脸书贴文 确定要这样写吗不要后悔哦 发现slogan出包民众党则紧急下架 外交事物再惹议 柯文哲没多做回应 但民众党第一时间却是这样说 起初我们的网站是交由小编来做这个图片上面的美编 那小编起初的用意是想要表达支持白色力量 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网页设计的时候所犯的错误 那个层级上至少要在主任层级 甚至是说秘书长是不是有看过 不要把责任怪到小编 整个国际媒体来看衰你民众党 千错万错都是小编的错 民众党立委赖湘林还在百灵国贴文下 直接tag美国前总统川普 说民进党色意说你不敢表态 我想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 还一连多次修改留言 挨皮丢脸丢到国外 事件也引起外媒BNN注意 报导指出 柯文哲涉入争议问题其实不陌生 常常以争议性言论闻名 民众党英文官网头白头右 在惹外交风波 有没有让国际社会了解理念 还不知道 但已经闹出外交失格 国际笑话 三立新闻李维廷到美军英特报道